今年入账的主力是台大豪宅案 8月份开始陆续交屋 因此预估8月份的营收将会呈现上扬的态势 吉他表示了台大豪宅案的总销有40亿元 已经卖出了4成 反而预估如果已经卖出的部分 全数在第三季的时候完成这个交屋入账 那么单季的EPS贡献度渴望上看1到2块钱